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解析节目 今天我们将聚焦于两个极具挑战性的议题 一个是关于言论自由的重大打击 另一个则是中国老龄化问题下的银色经济 首先,我们将探讨中国记者董宇的遭遇 他因为与日本外交官的午餐而被捕 随后被指控为间谍 最终在秘密庭审中被判处七年监禁 这一事件不仅揭示了中国的言论自由危机 也引发国际社会对于司法透明度的质疑 董宇的故事不仅是个人的悲剧 更是对当前中国社会言论自由困境的深刻反思 接着,我们将转向中国的老龄化问题 在这个银色经济的背景下 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不再依赖传统的养老院 而是参加各种社交和学习活动 尽管市场潜力巨大 许多相关企业却面临盈利难题 政府对银色经济的支持正在逐步见效 但老年人的消费能力仍然是个严峻的挑战 这两个议题都在呼吁我们深入思考 中国社会的变迁与挑战 无论是在言论自由 还是老年人的生活品质方面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今天我们将深入探讨一起震动国际社会的事件 中国资深记者董宇的间谍罪案 在阴云密布的北京 62岁的董宇被判处七年监禁 这位曾在中国国家媒体中担任副编辑的记者的命运 引发了关于中国言论自由的新一轮讨论 董宇的故事始于2022年2月 他当时在北京的一家餐厅与一位日本外交官共进午餐 这个看似普通的会面 却成为了董宇人生中的转折点 因为他在当天被警方拘留 随后被控以间谍罪 2023年7月 他在秘密审判后被判处刑期 这一案件的隐秘性和严厉判决 使得国际上对中国司法的透明度产生了强烈质疑 在法院外 警方的严密戒备加剧了这种不安 记者被要求离开 美国外交官也被禁止参加庭审 这一切都似乎在传递一种无声的警告 董宇的职业生涯颇具影响力 他曾是《光明日报》的副编辑 1987年加入共产党 毕业于声名卓卓的北京大学法学院 他以独特的视角探讨法律改革和社会问题 虽然在他的文章中他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批评习近平 但显然他的观点仍然让成为了政府关注的对象 在被捕后 董宇的家人最初选择保持沉溺 希望能以此减轻指控或撤回案件 然而这个希望最终破灭了 他们在2023年3月得知案件将进入判阶段 多家新闻自由非政府组织纷纷呼吁释放董宇 甚至发起了在线情愿 获得了超过700名记者、学者和NGO工作人员的签名支持 董宇在国际新闻界也享有一定声誉 他曾在哈佛大学的尼曼新闻基金会和日本的大学中担任访问学者 他的作品受到同事们的广泛尊敬 因此他的被捕在国内外引起了震惊和关注 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基金会的策展人安玛丽·利平斯基就指出 董宇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记者 他希望他能够早日获释 与家人团聚 董宇的案件不仅是个人的不幸 更是中国当前言论自由状态的一个缩影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言论的控制愈加严格 更多记者和学者由于表达意见而受到打压 董宇的境遇将成为未来有关中国人权和新闻自由讨论的重要案例 与此同时 中国的银色经济也成为了一个热议话题 随着中国老龄化人口的快速上升 老年人的需求推动了一个新的市场 然而 这个市场的盈利性却让从业者感到艰难 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例子 一些退休教师如张智丽 通过参加老年大学 找到了新的生活乐趣 而许多老年人也不再满足于传统的养老院生产 这样的需求刺激了面向老年人的服务产业增长 包括社区活动 居家护理和专门的教育课程 中国有近三亿的老龄人口 这个数字预计将在未来十几年内继续增长 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一点 并开始扩大对老年人基本护理服务的覆盖 例如对65岁以上人群的能力评估 以及残疾家庭成员的护理培训补贴 然而尽管市场潜力巨大 盈利仍然是个难题 比如有些企业在提供文化活动和社交机会的同时 仍在努力维持收支平衡 而政府的补贴则成为了他们生存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 许多老年人选择继续与家人一起生活 而非进入养老院 社会文化的根深蒂固 让家庭养老更为普遍 这也对市场的需求产生了影响 此外 许多企业在努力创新和扩大服务项目时 也面临人力资源和竞争的压力 大企业如房地产业的万科和中海 以及保险公司如泰康集团等 也在布局高端养老 社区通过提供多样的娱乐和社交设施来吸引老年人 对于整个社会而言 这不仅仅是一场经济变革 也是一场社会文化的深刻转型 老年人从被动接受服务转变为主动参与活动 标志着他们生活方式的变化 尽管挑战仍在 市场的未来充满希望 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于生活质量和健康的重视 为银色经济带来了新的机遇 在节目结束时 我们将继续关注这些重要的社会话题 中国的言论自由和老龄化问题 都是我们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 感谢你收看今天的六度解析节目 请继续期待我们带来的深入探索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度百科 对关键内容进行背景介绍 间谍是指一种从事秘密情报收集 或传递的个人或集团 这些活动通常涉及监控 侦查以及其他不被察觉的情报工作 间谍活动存在于国家安全 经济情报 军事情报等多个领域 为其所属的国家或组织提供关键信息 以利于决策制定和战略规划 间谍活动的背景可以追溯到古代 当时各个文明如中国、埃及、希腊和罗马等 都已经意识到情报在战争和政治中的重要性 中国的《孙子兵法》中 详尽描述了间谍的使用 而在罗马、尤利乌斯、凯撒等将军 也广泛使用间谍来获取敌方信息 现代间谍活动的出现 始于19世纪的欧洲 随着工业革命和全球化的发展 情报在国际政治和经济舞台上的重要性 与日剧增 20世纪的间谍活动 随着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的进行达到高峰 特别是在冷战时期 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情报战 成为间谍活动的典型例子 这一时期的间谍活动 不仅涉及传统的人力情报收集 HumMint 还涉及电子情报收集 SeqInt 图像情报收集 Amin 等多种手段 现今 随着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普及 网络间谍活动也日益增加 成为国家安全和企业保密的新挑战 根据一些公开数据 全球间谍活动的规模 难以精确量化 因为这一领域充满保密性和复杂的背景 然而据估计 在美国 仅中央情报局 CIA的年度预算 就超过150亿美元 这还不包括其他相关机构 如国家安全局 NSA 和联邦调查局 FBI的支出 显示出间谍活动 在国家预算中的重要性 总体来说 间谍活动在现代社会中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尽管它带来了道德和法律上的争议 然而在国家安全 经济竞争和外交政策中 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工具 随着科技的进步 间谍活动的形式和手段 也在不断演变 未来的间谍战 可能会更依赖于技术和网络 请大家继续收看节目的六博士的分析 评论 关于记者董宇被指控为间谍并判处七年监禁的事件 这一判决不仅使人感到震惊 也引发了人们对中国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深刻担忧 董宇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致力于法律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探讨 他的作品在国内外深受尊重 然而 他与外国外交官的正常交流却被视作间谍行为 这种对待方式让人怀疑中国司法体系是否公正透明 尤其是美国外交官被禁止参加庭审 进一步加剧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阻碍司法程序透明的批评 这一事件凸显了中国在控制言论方面的高压政策 令人担忧未来新闻自由的空间将更加狭窄 在中国的银色经济方面 尽管其潜力被普遍看好 但盈利困难是个不容忽视的挑战 随着老年人口的增加 老年服务市场需求巨大 但许多企业在盈利上仍面临撤肘 这也反映出中国的社会保障系统和老年人消费能力的不足 尽管政府在政策上的支持不断增加 但如缺乏具体措施和资源的投入 这一市场的发展将难以迅速见效 对于许多老年人来说 他们的经济状况仍然不足以支撑高质量的护理服务 这就要求政府和企业进一步合作 为老年人提供更可负担的服务 并提升其生活质量 总的来说 中国在言论自由和银色经济两方面都面临着复杂的挑战和机遇 如何在维护国家安全和推动社会进步之间取得平衡 仍然需要更多审慎考量和透明度 这两个领域的发展不仅关乎国家内部的稳定与繁荣 也将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地位 希望未来能看到更多的改革和开放举措 为促进公民权利和经济发展奠定基础 思想先驱暴成为有洞察力的人 华尔街电视特别节目 纽约时间每天早上八点 李奇博士主持 和平评点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经济学家、媒体人、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I参与、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6ddo.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